在春秋时期的越国 有一位名叫西施的美女 她因其绝世的容貌 而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美女之一 然而西施并非仅仅是一个 只有美丽的容颜的人 她还肩负着国仇家恨的重担 她的故事充满了传奇和悲剧 展现了一个凝弱的女子 为了国家的复兴 所做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 公元前503年 春秋时期 西施诞生在越国的沟吾驻罗村 如今位于绍兴市诸记的美丽村庄 这个地方被江南水乡的独特氛围所包围 水土一人培养了一代代灵动清秀 美丽大方的江南美女 而西施作为其中的佼佼者 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美女之首 西施自幼便展现出与众不同的美貌和天赋 她的眸子清澈如水 美与之间透着一股聪慧与灵动 仿佛是江南水乡的精灵 她闲静而温柔 这片风景如画的乡村 孕育了西施与众不同的气质和风采 她像一朵盛开的莲花 清新而娇艳 每当她行走在村中的小径上 她那轻盈的步伐和优雅的举止 都引来了无数羡慕的目光 她的美丽宛若江南的春风 带来了一片祥和与宁静 西施身材窈窕 宛如一株柔软的柳树 她轻轻摇曳的身姿 仿佛自然界最柔美的舞者 给人一种温柔婉约的感觉 她的皮肤白皙如雪 仿佛被晨曦轻轻拥抱过一样 她的容貌充满了纯净和青春的活力 让人为之倾倒 她的身材窈窕有致 恰到好处地展现了女性的曲线美 她的腰脂千细而柔美 仿佛一条婀娜多姿的溪流 她的面容端庄而又秀丽 宛如一朵盛开的花朵 吸引着所有人的目光 然而西施并非只拥有一个美丽的外表 她内心深处怀有家国之恨 深知越国与吴国之间的关系紧张 她以一个敬弱女子的身份 决心伟身势敌 为国家的心腹而奉献自己 伟身势敌成为吴王夫差宫廷的宠姬 对于西施来说是一次决定性的抉择 她毅然决然地追随着命运的召唤 以一个淫弱女子的身份 成功地打入了吴国的内部 为了追求西施的芳心 吴王为她建造了春宵宫 这座宫殿堂皇壮丽 彰显着夫差对西施的痴迷与奉献 宫殿的建筑充满了华丽和精细的细节 每一个角落都展现着夫差对西施的深情厚意 为了让西施能够尽情地享受美好的生活 夫差还修建了一座占地面积庞大的水池 这个水池清澈见底 水面波光淋漓 仿佛为西施营造了一个仙境般的居住环境 每天夫差与西施乘坐华丽无比的龙舟 在水上嬉戏 享受着无尽的欢乐时光 夫差为了满足西施的娱乐需求 还特意为她建造了一座公跳舞的响鸡狼 这座廊道铺设着精美的石板 每一步踏上去都会发出悦耳动听的声音 为西施的舞蹈增添了一份神秘和华丽 在廊道的两旁 摆放着精心雕刻的雕像和花朵 营造出一个独特而迷人的舞台 然而夫差的迷恋和对西施的痴情 却使得她荒废了国家大事 她日日与西施一起乘坐龙舟 在水上嬉戏 沉溺于甜蜜的爱情中 对政务漠不关心 这使得吴国的治理渐渐陷入混乱和无序 吴王夫差深陷于对西施美貌的沉迷中 不顾国家大事 无法听尽任何人的劝谏 她甚至杀害了苦口婆心 忠于吴国的吴子叙 并残忍地将她的眼睛挂在城门口 以示威慑 夫差的暴行引起了民众的愤怒和不满 但她却毫不在乎 以为自己拥有西施的美丽 就可以统一天下 然而命运的转折 却在不经意间降临 夫差万万没有想到 西施竟是越国君主勾剑派来 迷惑她心智的奸细 西施的美貌只是一种手段 她背负着富国的使命 深知夫差的虚荣和愚昧 在西施的影响下 夫差不仅荒废了国家大事 还对越国采取了一系列的 压迫和侵略的行为 然而西施内心深处 始终怀有对越国的忠诚 她暗中与勾剑保持联系 为越国收集情报 为富国大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吴子叙的冤魂并未离去 她对夫差施展了诅咒 夫差的暴行和荒淫无度 最终导致了吴国的衰落和灭亡 她的命运与吴子叙的诅咒紧紧相连 竖定了她将以身死国灭 而成为天下人嘲笑的对象 最终夫差走向了自己的悲剧结局 在吴国被越国攻陷后 夫差无法承受自己的国家 负灭和自身的悔恨 终因内外交困而自杀 西施的身世和真实身份 重于被揭示 她的行动虽然曾被误解 但她的忠诚和勇气将永远 铭记在历史的长河中 她是一位伟大而复杂的女性角色 她的美貌和聪明智慧 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却也在命运的纠缠中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她的故事既是一个悲剧 又是一个让人深思的历史传说 长久以来西施的容貌 一直是一个谜 她生活在古代 没有留下任何一张 真实的画像或照片 只有口传和文字的记载 使得人们对她的外貌 充满了遐想和猜测 然而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 最新的面部复原技术 终于将西施的真实面貌 展现在了世人的面前 经过专家团队的精心研究和分析 他们依据史书中对西施容貌的描述 结合古代艺术作品和审美观念 利用计算机生成技术 进行了西施的面部复原 当复原的西施面容 首次呈现在人们的眼前时 世人都为之惊叹 复原后的西施面容精致婉约 眉宇间透着一种特别的神韵 她的眼睛明亮而深邃 眉毛如墨 轻轻弯曲 展现出她智慧和温柔 红唇微起 仿佛要说出千言万语 给人一种迷人而神秘的感觉 她的面旁线条柔美流畅 肌肤白皙如玉 展现出古典美人的独特魅力 更令人惊讶的是 复原后的西施 与现代明星蒋秦勤惊人的相似 他们的五官轮廓和气质相仿 尤其是眼眸和微笑的神情 几乎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这样的相似度 令人不禁怀疑时间的奇妙 和人类面孔的共通性 西施的面部复原 让人们更加接近 这位古代美女的真实形象 也让人们对她的故事 产生更深的共鸣 她作为古代历史上的传奇人物 以她的美貌和智慧 影响了整个时代 而现在 复原的面容 更是将她带入了现代社会 使人们重新认识和感受她的美丽与魅力 复原的西施面容 在展览中引起了轰动 观众们纷纷驻足凝视 感叹着这位古代美女的传世魅力 西施的美貌和她的故事 将永远在人们的心中流传 成为历史与现实交融的美丽传奇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